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要來聖誕節活動了嗎 在影片開始之前 你知道我現在都有哪個VPN嗎 沒錯 就是我們的EXLAG 感謝EXLAG爸爸 讓你可以一鍵馬上跳出舒適圈 又可以安全優保障 除了可以跨區呢 還會幫你優化喔 玩遊戲必備啦 不管你是鬥陣特工 想要跳去韓服 還是決勝時刻想要跳去美國 甚至是模擬器想要跳去日本 只要按個按鍵 直接幫你處理好喔 遊戲 瀏覽器 模擬器 甚至是Steam 都可以幫你跨區處理 只要到下面的連結 下載EXLAG 並且安裝就可以馬上使用啦 現在2024新年大優惠喔 訂閱一年 除了給你四五折優惠 還加送你三個月的免費會員 那如果你想短時間使用的話呢 訂閱兩個月 還會送你一個月喔 再加上六六折優惠 安裝完成後呢 來教大家怎麼使用這個方便的EXLAG吧 打開之後呢 登入你的帳號 你可以看到我最近有在使用的所有遊戲喔 很簡單 現在這邊找到你要的遊戲 或者其他軟體 像是我們找個Overwatch 接下來呢 在右邊選擇你要的區域喔 懶的話可以直接選亞洲 當然也可以細選啦 那我們這邊就選個韓國 你可以在下面這邊看到喔 大概的延遲 然後按下面的確認 就可以直接連線啦 超方便 而且還可以針對不同的城市 進行不同的跨區喔 像是我尼姬就是跨美國 決勝時刻就是跨香港 不想要跨的時候呢 我們再按一下下面的紅燈 EXLAG就可以把我們關掉啦 還在什麼 現在新年大優惠 2023最後的聖誕活動 這次又有什麼新東西呢 首先不意外的 把之前所有的模式呢 給加回來 咦 咚咚大作戰 也就是紅綠燈 雪球死鬥大作戰 就是一槍一個的打血杖 雪怪大作戰 就是霸凌CC的模式 以及小美的雪球大作戰 就是團隊的打血杖啦 都是老模式了喔 但是推薦沒玩過的觀眾呢 可以玩玩看喔 還蠻不錯有趣的啦 不過更有趣的在這邊啦 這次的聖誕節呢 加入這個新的冬季市集 只要完成勝場就會累積這個票券喔 可以看到有三個階段 分別會在時間到了的時候開放 免費的話呢 總共可以拿120張票 一個穿梭造型給要160喔 所以想要拿造型的 還是推薦買個通行證啦 嘿嘿 沒想到吧 在賽季中 除了一般通行證 還有節日通行證啊 這個節日通行證呢 要500鬥陣金幣喔 總共可以拿到 480張票 不過你想要全部拿到嗎 全部拿到的話要 700張票啊 根本沒辦法拿完啦 除非官方會再送玩家票 但是如果你是老玩家的話呢 應該會有奪命女的傳說造型 現省160張 那如果你是新玩家的話呢 我自己是覺得 你也可以不用花160張票啦 換這個奪命女的凱莉跟造型 這個傳說造型也沒有到很好看啦 那雖然這個通行證呢 要500金幣喔 但是這個蘭茵的傳說造型包裝紙 我自己是覺得還蠻值得的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呢 蘭茵之前也有一個紙箱造型啦 而且那個紙箱造型要3000金幣喔 現在只要500 官方是真的好像很會賣喔 升級節日通行證的話呢 總共可以拿到480張票 可以把基本的造型 欸 蘭茵的包裝紙 伊拉里的冬季睡衣 巴蒂的正裝 卡西迪的正裝 這樣要160加3個90喔 要花430張票才可以換完喔 那剩下的50張呢 可以先挑個15張票的精彩重播 欸 這個卡西迪的重播也不錯喔 剩下的35張呢 我是會換兩個名片啦 3個名片呢 你可以挑兩個喜歡的 最後再選個5張票的東西換完 但前提是 你必須把480張票全部拿到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全部的東西的話呢 這邊只能到商店這邊啦 商店這邊呢 有個組合包喔 閃光的正裝造型 還包含了575張票 給你把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造型都給拿到 這樣呢 你賺到的票呢 就可以拿去換其他東西啦 也不用買節日的通行證喔 只能說官方這個操作 真的是猛到看不懂啊 而且別忘了 還有一個慈悲的造型 跟精彩鏡頭 還沒出現在商店喔 偷偷的藏起來 慈悲造型呢 會在下個禮拜才會出來喔 所以想要這個香噴噴餅乾的各位呢 再忍一下 OK 以上就是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的聖誕節活動啦 比較可惜的是呢 我覺得官方喔 應該可以讓大家 買那個冬季世界的票 像是可以花10金幣買一張票啊 或是用銀幣買野心 不然呢 你可能確個5張10張 這時候呢 你只能買那個商店的那個3000金幣的禮包喔 非常尷尬 而且我覺得 閃光的正裝也沒有很好看 比這個正裝好看的造型喔 多的是 大家覺得這次的活動好嗎 如果不好的話呢 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喔 最後來小小講一下英雄更新啦 墨加現在可以在競技對戰使用啦 不過有在做一些小調整喔 首先血量調整 從500白血加上150黃甲變成了400白血加上250黃甲 再一次的增加墨加的生存率喔 綠血的吸收被動呢 從50%傷害增加到60% 但是最高呢 還是只有150綠血喔 不過有多那個 100黃甲墨加應該是會變得蠻舒服的 再加上 欸 減傷技能那麼多 可以當個火箭 飛來 飛去啦 200武器的傷害呢 從5 下降到4 但是單把武器的擴散縮小喔 跟之前一樣 欸 降低近距離融化別人的傷害 提高對中遠距離的威脅 最後是大招的維持時間 從10秒 減少到8秒 整體來說呢 就是用攻擊力換取生存率啦 體感下來 欸 攻擊力差蠻多了啦 不過也真的硬很多 以上就是我們2023最後的聖誕節活動啦 那如果你還記得上一部影片我有提到的 之後呢 會做一部影片 講關於重製英雄的影片嘛 那 包含了上次講到的火爆鋼球的重製 還有官方前陣子有講到的死神 也會進行重製喔 雖然 內容目前看起來 欸 還沒有透露很多啦 但是呢 這些我們下次一定講 而且呢 最近官方也很積極的在社群 跟大家說之後的計畫 包含了 之前在嘉年華有提到的東西喔 希望這也代表官方很努力 有把遊戲弄好 這些內容呢 之後呢會再整理成一部影片跟大家說啦 真的 下次一定喔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這次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的影片 也要喜歡的朋友 分享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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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氣的樂 發出我的鈴鐺 鈴鐺 鈴鐺 我們下部影片 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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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